人生路上的坎坷自不必说,从来就不可能有人能顺顺当当地走到人生终点,在这条路上,我们必然会遇见繁华万千,也会遇见风雨打击,在人生至暗时刻,我们的意志力很容易就会被击溃,对于未来的壮志,万千也会慢慢在心底深藏,不愿意,也不敢再轻易试探,只怕自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就像蜗牛一样,一旦感知了外界的危险,便会自然地缩在壳里不愿出来。 如果懂得人生无常的人,想必不会如此脆弱,风光是一时的,落魄也是一时的,决定你状态的。 是你自己的心态,仁慈的老天爷也会给足众生机会,在低谷中为你带去希望,人生路上。 如果你的身边突然出现这几个人,说明老天爷准备帮你了,看你身边有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愿意给你机会的人。 电视剧《梦华路》中,赵盘见识了东京的繁华后,立志要在东京开一家可以承载自己三姐妹梦想的酒楼。 可不曾想,这条路充满了凶险和坎坷,还未开始,就因为自己的大义,赔了三姐妹大半辈子的身家。 当他们想把茶庄当成后路。 先韬光养晦,在东山再起时,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又毁掉了他们的希望。 情场失忆,事业不顺,赵盘新会议之下,已经升起了离开东京的想法。 幸亏这时,池牙内及时出现,并表示愿意给赵盘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助他发展事业的一臂之力。 对于赵盘来说,池牙内就是他的贵人,本来灰暗的人生也因为池牙内的出现,而重新变得生机勃勃。 有人说过,低谷之后便是上坡路,是的,老天爷不会让你一直倒霉,人生也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遇到低谷不要紧。 不要放弃初心,继续坚定地往前走就好,你要相信前方始终有光,愿意一直爱你的人。 在《人世间》这部剧中,郑娟的命运是最为坎坷的,她遭人欺辱,不幸怀了孩子,还成了寡妇。 在那个人生至暗的时刻,幸好她遇见了给他们送钱的周炳坤,虽说她只是受人之托,但毫无疑问,郑娟全家都已经把周炳坤当成了人生的希望。 每月一次的送钱接触,让郑娟和周炳坤两个人的心走得越来越近,在她身怀六甲的时候,周炳坤就爱上了她,在孩子出生后。 周炳坤无视世俗的声音,不管不顾地爱着郑娟。 即使家人阻拦,即使前后经过了好几年的漫长挣扎,她也依然不改初心,一直把郑娟放在心里。 对于郑娟来说,周炳坤就是她人生的光,她的出现安慰了她饱受苦难,伤痕累累的心。 人生至暗时刻,如果你已经遇见过所有的伤害和打击,那么就可以期待新的明天了。 老天爷不会让你一直苦,吃过苦头的人迟早会遇见自己的救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虽迟但会道。 愿意无条件相信你的人。 今天的人们很少去谈信任感的问题,但却频繁提起另一个词,信任危机。 什么是信任危机,危机的出现,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而信任危机就是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 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为以对方重任的现象。 林崇德在《心理大词典》一书中写道,信任感在个体感到某人,某事或某物具有一贯性,可预期性以及可靠性的产生,就比如突然闯入门的父母和突然闯入门的陌生人。 后者就比前者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更大,信任度也更低。 而在论述信任感的重要性时,林崇德又写道,信任感是个体对周围的人,是物感到安心,可靠,值得信赖的情感体验。 换而言之,信任感能为我们带来情感体验,在职场中,这种体验意味着机会,平台,在生活中,这种体验又决定了我们的幸福程度和快乐指数,被信任会让人产生满足感。 被信任的人也会更相信自己,正是因为信任感重要,所以人们才更另于去信任,常常需要借以外物来判断是否要去信任一个人,一样东西。 比如价值,能力,以极评价等,但又因为人们过于聪明,便总少了几分血气,更倾向于明哲保身,尽管会复制信任,但频率不会太高。 所以,当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愿意无条件相信自己的人时,不要玩事不公,更不要将其视为平常,人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他们,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的欺骗。 真心希望你好的人,东野归无存在,恶意中写道,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 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 为什么近几年,大家都很少去分享自己的生活了?答案很简单,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打扰,更不希望自己的幸福被觊觎。 很难说善良与仁慈是错的,但大部分人的希望你好,其实是希望你过得没有我好,或者是希望你不要太好。 如何判断身边的人是真心希望你好还是假意呢? 很简单,第一,你可以告诉他们坏消息,前者会倾听并为你提供所需,而后者则会让整个对话脱离轨道。 然后批判你,你很蠢,为什么坏事都发生在你身上? 第二,你可以告诉他们好消息,前者会帮你一起庆祝,后者却会打击你,比如就这也算成功,啊,我几年前就,等。 真心希望你好,且为你提供所需的人之所以是贵人,是因为和试图拉我们下水的失败者相处,大家只会一起抱怨生活多么的不幸,而与真心希望我们好的人相处,则可以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 在追击目标的过程中,这类人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精神内耗,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的侵蚀。 帮助我们建立自我,进而加强自我认同感,愿意分享过往经验的人。 人的逻辑,理性,阅读都是有限的,而个体性诧异的出现,又将这种壁垒打破,所以我们谈交流,谈经验,谈分享,歌颂书本知识的伟大。 赞叹站在巨人肩上的视线有多宽广,但理论性的知识可以通过书本保存,传阅,学习,而实践性的知识却是随时间推移而沉淀的。 他需要积累,更需要更新,只能依赖于口口相传。 正所谓读书万卷,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听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君之贵,并不是贵在对方说的话有多华丽,有多感染人心,而在于对方打破了我们原来的思维,帮助我们提高认知,提升境界。 刘备先有三顾茅庐,后有问鼎中原,曹操光脚迎接许优,最终得以荡平天下,李世民不拘一格,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成就伟业,很难说刘备,曹操等人的才智不如后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眼界远没有两个人的格局开阔,一个人就算再有本事,光凭自己的力量。 成就也非常有限,但一个人若是能得到第三人的助力,丰功伟业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这就是鬼谷子所说的以众人之力启示者,无不成也。 所以当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愿意分享过往经验的人时,不要轻易认为对方是后卫人师,更不要忙着去辩驳对方的观点,请耐下心来学会倾听,分辨,然后学习。 贵人的力量固然强大,但也请谨记,贵人可遇不可求,努力提升自己,才有机会碰到贵人若没有苦读诗书的那十年,就算遇见贵人了,对方的提点。 你可能都听不懂,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